我在台北 我愛康熙 我在海洋 我在海洋 我愛康熙 我在西班牙 我愛康熙 我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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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紐約 我在巴黎 我在日本 我在上海 我在義大利 我在澳洲 我在倫敦 我在唐城 我愛康熙 康熙十歲了 感謝全球華人的愛康熙 你在哪裡愛康熙 趕快上傳影片 表達你對康熙的祝福喔 我先向大家介紹雅雅 是沈玉琳的夫人嘛 現在是以自由之生的身分 來假想的選擇 對面五位中的其中一位 雅雅 請把牌轉過來 1 2 3 誰 選錯了 你老公啊 立正的... 怎麼立跟非立 這麼奇特的選擇 好 那下顆粒 1 2 3 轉過來 沒錯 沒錯 對不起 可是Ivy說不定也會選下顆粒 可以 Ivy 1 2 3 轉過來 成功 天啊 太對成功了 貓人家庭 活不錯 請問一下Ivy 選下顆粒的原因 跟剛剛我們提供的線索有關嗎 沒有耶 就是我之前有跟他錄影過兩三次 就覺得他人很Nice 然後就是符合我覺得男生要幽默 然後又帥 然後最主要是聽說他很會做家事 我覺得男生要會做家事 其實不是很容易 而且是要覺得從由衷的愛做 男朋友會寫寶寶也滿可愛 對 我覺得他選夏克莉還有道理 可是另外一個耳朵快要濃掉的人 選夏克莉有道理嗎 我以為他會選宋一鳴 雅雅 妳不是嫌沈玉琳講話大聲嗎 夏克莉很大聲耶 夏克莉可能我已經習慣了 已經習慣了 我是台灣的... 妳是那個沈玉琳啊 妳是加拿大的沈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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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雅雅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也是屬於那種 就是比較沈悶的人 但有時候可能跟朋友出去 可能需要他們這種男朋友 然後來炒熱氣氛 很大聲的 沈玉琳為什麼選Ivy嗎 因為Ivy好像有一點那種 從美國讀書回來的味道 一開始就... 但是我沈玉琳跟我很驚訝耶 對 這樣就算沈玉琳 Ivy也會做菜 對 她做菜啊 她也會那個禮財啊 然後... 禮財 她講話比較小聲 可是這樣話滿聰明的 你有抱怨過嘉謙說她忘記... 很容易忘記事情耶 她很會忘記事情 她自己的時間表都不知道 她有把火忘記關掉耶 她忘記關掉什麼 火 我也做過 難怪我會有事 我有那個資格 我會離開家裡 然後會去家裡很多次 我到廁止我就說 我有沒有說門 我有沒有關火 然後就回去看 然後我現在要關火的時候 要關火然後做一個跳舞 再離開 我就會覺得我有做那個跳舞 所以我有做舞 我真的會... 我會關那個火 然後我就... 關火了 就覺得我是因為神經病 可是我到廁止的時候 我記得說我有做那個跳舞 所以一定有關火 她靠著這個動作把這個... 可是你也有可能忘記 你也有個跳嗎 很容易 因為你感覺很stupid 你知道嗎 你在關火的時候 不是做一個很怪的跳舞 你就會覺得 很久很久了 所以選Ivy 是因為你老婆太吵嗎 我老婆... 我喜歡我老婆的吵 去餐廳 去什麼地方 她的吵之前還不錯 可是如果要... 要歡掉老婆 要試試看另外一個味道 一個安靜的 Vacation 既然沛隊成功了 就要讓他們去那個安全區域了 好 所以夏克力 第一請你在音樂聲中站起來 去迎接你的新選擇吧 恭喜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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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接到這邊來 OK 好 這也太不如你 對 這也太不如你 好 好 好 厲害喔 好帥 好帥 謝謝 謝謝 其實也滿搭的耶 那接下來 顏麗婷 1 2 3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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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味 口味變了 意思是 沒有 因為我其實 潘老師跟那個夏克力我有掙扎 因為我還滿想要男朋友 就是老公很會講英文 就以後的下一代的教育 就絕對沒有問題 以及我也可以學習 然後會學寶寶很可愛 可是掙扎中我還是覺得 潘老師比較務實一點 務實喔 因為他有了... 就是他女兒之後我覺得 就對他改觀 他會願意在家裡做任何的事 只要是為了他女兒 就比如說他要出門 然後他女兒就是看著他要走的 就會...就是捨不得表情 他就會心裡躺現 然後就眼角泛淚光之類 可是那男生就變態愛可以 對啊 那是憂鬱症吧 可是他以前不會這樣啊 所以代表他是因為愛女兒才這樣 每天都這樣喔 每天都這樣 其實他玻璃心耶 可是他就覺得 對老婆非常冷血無情啊 就只對女兒這樣 不會啊 他對老婆也不錯吧 潘老師 你每天都要這樣嗎 你看他現在就淚光了 很多事情就是 有些誤解的部分要... 那是一種感覺上來的 小朋友的部分就是因為 從沒有到有 你覺得那是一個 你心裡面的一塊肉 所以他當對你有任何反應的時候 你會有最直接的感覺 那是因為他從出生到現在 從頭到尾都是我一個人在帶 你一個人在帶 是說你老婆完全沒參... 你老婆完全沒參與嗎 老婆參與的動作就是 他把自己的身體顧好 我老婆在家裡只做兩件事情 就是這也不做 那也不做 很好 那我也改一下好了 我跟你說喔 你是在抱怨還是說... 舉凡你講得到大概 現在基本上家裡所有大小的事情 都是我一個人做 今天是我自己的一個特別日子 但是我女兒對她而言 我是她一個特別最愛的玩偶 可是我是我太太最愛的一輩子 所以我說我希望我能夠 再有一個半百 我一樣陪你們走 因為她今天50歲生 我都會陪著走 今天是你生日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她既然對於家事 我剛剛講的這番話 她是會在對面選一個 會做家事的人嗎 我覺得會做家事對她來說不重要 因為她就是愛做啊 所以是要漂亮 我選的是 我很好奇選誰 來 請讓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妳要可以再參加嗎 妳要可以再參加嗎 妳真的超了三個小時啦 怎麼這麼容易堆上 整體時間會不會不夠 剛剛有死眼色是不是 沒有 我完全不覺得她選我 因為我選她其他一個很大重點是 我本來會選擇兩個 一個是芽芽 一個是立庭 這兩個是我是一直在抉擇當中 芽芽會把錢規劃得很好 我太太就是會把錢會處理得很好 立庭是會把錢 可是Ivy太漂亮了 是不是 其實都漂亮... 我只是說有立庭在 其實我太省了好多事情 不一樣的美女 我跟你講 我選她一個重點 因為她就有一副長壽樣 她不是在運動嗎 然後就感覺可以活很久 因為我沒辦法容忍 老公比我早走 太緊張了 所以我覺得她就是很長壽 所以對面 好 潘老師 恭喜妳也上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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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癮喔 好明鏡喔 很奇怪對不對 好明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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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你們兩個看得好搭喔 你怎麼這麼像妳那鞋子 沒有 很不搭耶 真的喔 沒有 我鞋子太高了 沒關係喔 這句節目 可是... 她很像妳爸爸 對啊 不會啦 年紀應該也升得過吧 立庭 當初選妳先生的時候 身高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可是潘老師身高不太一樣 妳幾公分 1007 跟我們一樣耶 那... 妳是抱著亂選的心情嗎 沒有...如果是這五個 Vicky遇到婚姻卡班 高山峰只想配對成功 我們中間有一段時間是一個關卡 就是兩個人其實都很 覺得過不下去了 就是在這十一年當中 都覺得好像有一步就是 可能會走到分開了 我可以想到 我們在過這麼不忍的節目內容 結果Vicky就接到 整個完蛋嘛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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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知道 我給Vicky姐 破對成功了 好急喔 又不是精靈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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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什麼 幹嘛